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有關於這個 元宇宙的部分 那其實我想可能各位你在 我們前兩年疫情期間 除了我們單純的這種線上上課以外 你應該有聽過元宇宙這個名詞 那 事實上呢 這個部分 你如果有搭帶 這一種的所謂的VI遠鏡 你可以做更 所謂的深入式的體驗 有沒有同學有 自己玩過這個 有沒有同學 跟去看那個3D電影不一樣 3D電影只有戴那個 有沒有 戴那個有顏色的 那個眼鏡 讓你產生視差 那這種 就是頭戴式的他就讓你整個沉浸在那個環境裡面 好 那我們當然上課沒有這個設備啦 那怎麼辦 沒關係啊 因為 一樣 這個可以玩 也就是說呢其實現在 我們在用這種所謂的元宇宙 這樣的概念的時候 我們平常上課的方式 就線上上課的方式大家都是用 比如說Google Meet 或者是Teams這樣子反正 就只是純聊天 對不對 看老師畫面 這樣的狀況比較多 但是呢 這樣子 相對比較無聊 所謂的無聊就是它是一個比較 靜態的空間 那 我們 在這個所謂元宇宙 其實我們 疫情時間 之前呢 事實上有兩種 一個是2D的 一個是3D的 2D的呢就是有一個叫Gate Time 這樣的一個 虛擬的 空間 讓你去玩 有點像在玩那個 Minecraft 微軟那個Minecraft那個遊戲那種感覺 可以自己去搭建 那我們在3D這邊 其實也是一樣 只不過呢它更 有立體感嘛 因為它是3D的 那也更像各位在玩遊戲那種感覺 也就是好像現在很多那種所謂的第一人那種 第一人稱遊戲 有沒有玩過第一人稱遊戲 比如說射擊遊戲啊對不對 類似像這樣子的 就是一些體驗 那我們的 Hub by Mojiza 這個呢 它是由 我們瀏覽器的大廠 你們有沒有用過火壺 有沒有 Firefax 其實老師自己平常 老實講我主要用的瀏覽器都是Firefax 我反而 Chrome也當然是有用啦 但是 我自己主要的 會是以Firefax為主 因為我覺得其實它 在整體效能上啊 或者是 整個記憶體的管理上 使用起來其實 會比我們用Chrome來的再好一些 當然Chrome有它 跟Google 結合的一些優點 這是它的特性 那再來它的支援力比較多嘛 所以各有優缺 那 我們這次用的就是 由 Mojiza 這一家 這個瀏覽器大廠 它所開發的 叫Hub by Mojiza 那 你 沒有聽過這個 我相信你有聽過Meta 各位應該知道Meta就是我們 之前的所謂的Facebook 對吧 他 前一段時間 應該說他前幾年啦 一直在努力推這個VR的部分 所以 他們家也有這種VR眼鏡 VR眼鏡 像 呃 我們這個簡報裡面 老師就有放 就有放我們那個實際 在裡面看到的場景 我把它錄一下 那你等一下就可以稍微看一下 也就是說其實 我們這個Hub by Mojiza 這一塊呢 你有帶VR 很好 這樣沉浸式體驗效果更好 但是呢你沒有帶也沒關係 一樣可以玩 所以他就不像一些 一些那種VR的那種 應用程式啦 或者是那個 遊戲他很強調就是我一定要帶這個才能夠玩的 沒有 你只要有瀏覽器就可以玩了 好所以這個是他一個蠻特殊的 那麼 各位呢你可以先把我們的這個 簡報你把他打開 那這個是老師之前10月份 在 台北市的一個 北投那邊叫 叫復興高中 我們去介紹的 那一天的話 其實介紹還蠻多東西的 所以前面這一塊 先給各位看的 這個 因為那天 有3D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會有 介紹前面有一些3D的這些應用進來 那像這樣子 其實 雖然各位你現在 3D的課程在你大事 會有 那我們後續會介紹這些 所以這裡我們先 不用看 我們看後面的 這個就是 META的 Quest VR的頭盔 他今年其實也推出了第3代 就是這個Quest 3 老師那一天帶的是2 所以呢其實他們現在在這種 所謂的非鍵盤式的操作 非鍵盤和滑鼠的操作 在用電腦這一塊 其實 也有蠻不錯的一些體驗 當然 你要輸入比較大量的資訊 老實講 在這種 完全虛擬的狀態下 要打鍵盤 確實還是比較麻煩一點 但是 有一些其他操作就相對比較簡單 所以 你可以看到他 其實呢這個 不是只有頭盔而已 他手上還會拿兩個東西 這兩個就是你在虛擬世界裡面的手 所以呢 你在這裡面 我用看的 然後呢 搭配這個手 去遙控 就是他裡面的虛擬的 譬如說鍵盤 或者網頁 還是那個選單 用這個手去控制他這樣子 好 那等一下呢 我們再給各位看一下 在這裡 你如果 有 曾經帶過的話 他就長得像這樣 那我 這個部分 給各位看一下 你進去之後 他 看網頁的時候 就會像什麼 就會像 這樣子 有點像那個 有沒有看過那個曲面 螢幕 有沒有 他會像這樣子 那當然他旁邊 其實在他的旁邊 還會有一些就是 你所在的這個場景 來你看我們後面 就知道了 這個就是 從頭盔裡面所看到 有沒有 就好像你在一個遊戲的場景一樣 那 後面這邊 是你的 所屬的環境 然後 你就在這裡 直接操控 那他會用什麼 因為 你在裡面沒有手啊 怎麼辦 所以就是透過 這兩個 這兩個 然後去點 好去點 我要指到哪裡 有點像我們那個以前那個 你看人家做簡報的時候 不是那個 紅外線的那個筆 有沒有 就那個 按一下他上面就會有一個亮點 那你就知道你點到哪裡 那你頭上下左右 他就會像這樣 上下左右 就是這個畫面就會動 那 這種方式你會比較沉浸式的一個 這種 體驗的感覺 因為把你跟怎麼樣 外界隔開了 好 所以這個是你用 頭盔的方式 那為什麼我們在課程裡面要跟各位介紹這個東西 因為 這也是 以後 就是除了有電腦這樣的一個實體的界面 的一個連結 以外啊 其實 未來這種虛擬 會越來越成熟 為什麼 第一個 我們的5G 是不是現在 會越來越多 基地台越來越多 然後這些應用就會越來越多 也就是說呢 你以後 比如說像他們現在要做一些模擬 比如說開車啊 或者開刀有沒有 遠距看診 當你的連線速度夠快的時候 那你戴上頭盔 戴上頭盔 就好像清零現場一樣 你在這邊做操控 現場也跟著他做操控 好 那所以 比如說有一些比較危險的工作啦 他可能 在遠距就像你看到那個 那個什麼 電影裡面的場景一樣 你像那個 那個 叫做什麼 阿凡達 他裡面那些人有沒有 都是 人 遠端操控的 那很多機器人啊 你看一些 機器 的一些相關的那種科幻片 也都是這樣子 像鋼彈啊 對不對 以後他就 人就不用坐到上面去的 你知道吧 戰鬥機啊 直升機啊 也都是這樣子 好這些武器也都是 會變成像這樣 以後只要你的連線速度夠快 那我們都是什麼 遠距就直接操作的 不用人真實的過去 那當然除了這種 情境以外 人跟人之間的溝通 可能就會 有另外一種情境出來 為什麼 因為現在就好像各位在 網路世界 跟你真實的身份 有沒有很多人會怎麼樣 網路世界會有好多個帳號 然後有很多的暱稱 就是想要跟真實世界分開 那有了 3D的這一種 虛擬的環境之後 這樣的情境 有人就會把這個 變成他的第二人生 因為裡面呢 除了有 名字以外 以前我們現在的環境 頂多你有個大樓貼 對不對 不管你用2D的3D的 或者一個暱稱 就這樣代表 可是呢 你在這邊 虛擬的世界 你就會有個分身 會有個分身 那你可以自己找一個你喜歡的 你可以自己創作 都可以 那這樣子呢 就可以進入到這個世界裡面 別人看到你就是長得像這樣 而且是活生生的 他就不是一張照片而已 這樣大概了解 所以 所以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用VR 他的玩的方法是像這樣 那當然我們 現在在電腦前面 一樣可以玩 一樣可以玩 好 所以 等一下呢 我們會請各位進到這個頁面 進到這個頁面 老師有準備 兩個場景 給各位來做體驗一下 反正呢 只要會登錄就好了 就很單純 好不好 那我們待會呢 再來給各位看一下 HUB Moncida的那個操作的介面 OK 好